卢老太生活在一座世外桃源般的小岛上 她性格古怪,不苟言笑,总是独来独往 最近,她的行为更加让人难以捉摸 时下并不是狩猎的季节 她却上山打猎为爱犬储备食物 接着又取出了所有积蓄 而她离开银行时,有双眼睛正盯着她,却浑然不知 汉娜是位单亲母亲,租住在卢老太的一处房屋内 两年前,她为了摆脱有家暴的丈夫 带着女儿小魏隐居在此 卢老太路过时,向汉娜催要房租 并邀请汉娜明天把房租放到她客厅的桌上 理由是,暴风雨即将来临 不能像往常一样,把钱放在屋外的信箱里 卢老太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却欲言又迟 傍晚,暴风雨如约而至 卢老太写了一封遗书,留下现金 把心爱的狗关进房间,然后为自杀做着准备 与此同时,汉娜在哄女儿睡觉时,房子里突然断了电 她跑到屋外检查,发现电闸被人破坏 紧接着,她看到了朋友克里斯的车子 只见车胎被扎破,克里斯也被引杀害 汉娜大惊失色,她担心女儿有危险 飞奔到家,却还是晚了一步 女儿已不知所踪 床上放着一张前夫和女儿的合照 看来是前夫找到这里,绑走了女儿 这边,卢老太正准备扣下班机时 被突然闯进来的汉娜打乱了自杀计划 汉娜想就用电话报警,可线路不通 卢老太得知情况后,准备开车带汉娜去找警长帮忙 但车子也无法启动 她先开引擎盖检查 只见里面赫然放着一颗定时炸弹 幸好两人跑得快,才逃过一劫 而树林里,有个带着夜视镜的男人,正看着这一切 车子被炸毁,电话也不通 他们距离小镇十几公里,无法及时报警 卢老太便决定立即出发去追赶对方 汉娜提醒卢老太,她的前夫菲利普当过特种兵 是个炸弹专家,因多起谋杀贫民案 以及虐待俘虏等罪名被通缉 仅凭他们两个人加上一条狗 根本不是菲利普的对手 只是,让她想不通的是 三个月前,警察准备逮捕菲利普的时候 菲利普炸毁了自己的公寓 警察也发了死亡证明,他怎么会还活着 卢老太并没有把汉娜的话当回事 自顾自地准备好了装备 他在汉娜房前的地上发现了浮丸器罐 由此推测,小薇是被迷晕后带走的 幸好当时汉娜不在房间里 由于暴风雨的原因 飞机场和渡轮都已关闭 如果菲利普想要带小薇离岛 就需要去海岸坐私人游艇 于是,卢老太决定朝着海岸方向去追 他让汉娜留在家里 等风暴过后进程联系警长 和汉娜担心女儿 执意要和卢老太一起走向丛林深处 这边,小薇醒过来后 现在有些忐忑 菲利普用手指游戏 唤起了女儿对她的记忆 但几年没见 小薇对爸爸的印象既熟悉又陌生 菲利普安抚女儿 晚些时候 妈妈就会过来跟他们会合 小薇因为害怕而保持着安静 天亮后 卢老太和汉娜来到一间木屋前 发现两名男子 汉娜认出两人是菲利普的战友 卢老太让汉娜留在原地 她走要到木屋后面向屋内观察 但菲利普和小薇并不在 接着 只见卢老太故意淋湿头发 走到门前 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趁她冒雨着口多时 又冷又虚弱 恨求对方让她进屋歇息片刻 对方见她是一个手无寸节的老太太 就答应下来 卢老太悄悄环顾屋内 看到一件小孩子的衣服和一张照片 便断定菲利普曾带小薇来过这里 而对方也察觉到了她的举动 就在这时 传来了狗叫声 卢老太起身想要离开 被对方阻止 她随手拿起炉火上的烫锅 泼向对方 又迅速掀翻桌子 挡住令人射来的子弹 然后起身反击射杀 被烫伤的男子扑上来 与她牛打在一起 别看卢老太年过半百 却伸手交接 活动前 她利用锋利的罐头盖重创了对方 逼问出菲利普的去向后 又毫不留情补了刀 汉娜来到梦屋 对眼前的情景无比震撼 卢老太并没有向她透露 刚刚得到了线索 在搜集对方两人的物资时 卢老太拿走了一件防弹背心 汉娜找到一部对讲机 便试着联系警方 卢老太急忙制止了她 因为暴风雨天气 山林里信号弱 很难联系上警方 而且还有可能 引起菲利普的注意 看着卢老太熟练地摆弄着枪械 汉娜质疑起卢老太的身份 卢老太坦言 她曾在中情局 做过26年的外情 接着 两人继续赶路 中途 汉娜作死 又偷偷试着用对讲机呼救 正巧被菲利普接收到信号 她得知两个帮手已经凶多吉少 便加快了前行的速度 卢老太和汉娜 追赶到一座吊桥前时 看到了被菲利普丢弃的儿童推车 桥面已经严重损毁 桥下是水流湍结的峡谷 很难想象 菲利普是怎样带着小伟去到对岸的 卢老太命令狗子回家 然后和汉娜一起 盼盼着绳索过桥 就在快要到达对岸时 卢老太因为旧伤发作 失手摔了下去 声索剧烈的晃动 让汉娜也紧跟着滑落下来 好在两人摔倒的山坡上 并无大碍 呼救后 暴风雨终于停歇 他们在海岸边的废弃船舱里 发现了小微的玩偶 而玩偶的头被撕了下来 而不寒而离 汉娜见状 担心女儿的安慰 失声痛哭 这时 卢老太发现了 不远处山林里生起的烟雾 他知道菲利普就在那里 但他没有告诉汉娜 而是安排汉娜回到山里 把对讲机调到警方的 紧急服务频道 试着联系警长 汉娜爬到一处山顶 终于有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他向警方说明了 小微被自己前夫绑走的情况 警长急忙发布了 菲利普的通缉令 防止小微被带离小岛 与此同时 卢老太在山洞内发现了 正在熟睡中的小微和菲利普 他本想一枪狙杀了菲利普 但没有下手 而是悄悄走进了山洞里 布料却正中圈套 对话得知 这二位居然是母子关系 到了如今的田地是因为 卢老太当年在伊朗 执行潜伏任务期间 年幼的菲利普被敌人绑走 卢老太为了不暴露身份 没有第一时间实施营救 虽然最后以和CIA撕破脸皮为代价 把菲利普救了出来 但他在被绑期间 因为遭受过虐待 加上对于母亲放弃他的怨恨 心里逐渐扭曲 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卢老太知道 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当年他身不由己 助成大错 如今 他希望菲利普早点收手 放了小薇 而菲利普只想要做个了结 眼看儿子不听劝 卢老太先发执任 可到底是上了年纪 水平大不如前 菲利普也不跟老母亲客气 一辅自相在了卢老太的胸口 然后抱着被迷晕的小薇赶往灯塔 并放下话 让把汉娜也带过来 这边 警长接到联邦调查局的消息才知道 卢老太和菲利普 都是中情局的通缉目标 而且 中情局准备采取 致命武力措施 警长告诉他们 汉娜和小薇也在那里 但对方置若亡文 中情局不在乎殃及无辜的做法 让经常感到气愤 负伤的卢老太回到船舱与汉娜会合后 向汉娜说出的一切真相 事实上 是他设计把汉娜引来岛上生活的 目的是想好好保护汉娜和小薇 在得知菲利普炸死在自己的公寓后 他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 便给汉娜留了遗书和现金 然后决定自杀 汉娜得知卢老太是菲利普的母亲 让他难以置信 同时指责 正是卢老太的失职 才让菲利普变成了一个魔鬼 卢老太承认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母亲 现在 他是想做些弥补 汉娜愤怒于卢老太对他的欺瞒 独自前往灯塔救女儿 卢老太在疼痛和疲累中 不知不觉昏睡了过去 这时 狗子找过来 逼在他的身边 给了他紧有的温暖 天亮后 警长独自来到海岸边 找到了卢老太 并告诉他 中情局准备采取武力行动 卢老太也拿急救箱围油 支开警长 然后骑着警长的摩托车赶往灯塔 汉娜在灯塔上 终于见到了女儿 菲利普似乎胸有撑出 并不阻拦小薇回到母亲身边 汉娜悄悄告诉女儿 游戏开始了 小薇心灵神灰 借口想去洗手间 跑到塔底藏了起来 女儿刚一离开 汉娜迅速掏出了枪 菲利普自信地因为 汉娜不会向他开枪 但他低估了一个母亲 为了保护孩子的决心 本来可以就此结束 但汉娜开始展现作死天赋 非要走上前给机会 反被钳制住 好在卢老太之前给过他一把刀 汉娜借此得意逃脱 他来到塔底寻找女儿时 发现这里布下了炸弹 原来菲利普并没有想要带着小薇离开 而是计划着 一家人整整齐齐 同归于尽 很快 卢老太穿着防弹衣赶了过来 他先让汉娜把小薇 从旁边仅能让小孩通过的窗口塞出去 自己试着改变炸弹的遥控频道 随后 汉娜上去锁住通往塔底的门 追下来的菲利普 看到老婆和母亲都在 觉得时机已到 按下了炸弹起爆气 但期待的爆炸声并没有响起 菲利普瞬间变得狂躁起来 而此时 卢老太和汉娜已经撬开铁门 带着小薇逃到安全地带后 遥控启动炸弹 炸毁灯塔 暂时转移了中情局的注意力 接着 卢老太让汉娜带着小薇去往镇上 他要留下来 跟菲利普做最后的了结 波涛汹涌的海浪中 母子相恨相杀 无尽其量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这是几世的仇人 可打着打着 心情血脉突然觉醒 两人相拥在一起 菲利普固得像个孩子 很快 中情局的直升机发现了他们 一阵扫射过后 两人一同消失在了海面 之后 汉娜带着小薇和卢老太的狗 离开了小岛 轮渡上 狗子抬头凝视 似乎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看来 防弹衣不百穿 电影刚开始还挺好 森林暴雨 特供房东救足户 但后来母子相下的根基太薄弱 实在让人无法共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